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比赛双方在身高上都超过1.8了啊 尤其是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是这个级别出现在昆仑爵当中最高的选手 对 188公分 牛仔这几年进步的大 但是穆罕默德是天才 这几下太准了 牛仔瞬间这个气势就下出了一半啊 这刚刚一开局这几下打得太精准了 并且力道也十足 因为穆罕默德很年轻啊 体重也在不断的增长 今年是他最后一次打助身之战这个级别的比赛了 明年就要升级别了 也确实看着他力量也比之前大了 对 这个牛仔一下没有反应过来啊 对 现在整个气势已经下了一半了 没想到这个对手如此之厉害 所以很多的全民都会觉得这个穆罕默德有可能拿到今年的诸神之战的总冠军啊 很看好他 21个高手 打晃啊 已经晃了 眼神已经有变化了 有机会啊 时间刚过半啊 牛仔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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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其实 哎呦 差气了 如果已经出现过这样一个局面了 对 穆罕默德曾经战胜日本选手的时候就这样一个中嫂 对 直接打差气 好 又是啊 真是手长腿长啊 对 又是一个吉普 前手的勾前吉普大呀 跟我们想象当中不太一样啊 牛仔 只能说穆罕默德的吉普太快了 哎呦 又是一个中刀腿 哎呦 哦 后手拳 牛仔完全 哎呦 这个实力相差了 哦 这个穆罕默德的进步太大了 对 太厉害了 穆罕默德 哦 身形啊 和他整个的表情 并不是那种很凶悍的 对 经过裁定 蓝方选手在第一回合 凉分的29秒 KO获胜 and a winner by the crew one by TK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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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